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 是否真的如此? 男人到了這個年紀 反而可能疑惑多多 失落,不耐煩,力不從心 這些都是因為今年期 賀爾蒙轉變引致 有指,男人四十之後 賀爾蒙每年下降百分之一 小下小下就寒風不在 不想頭呆呆 看看醫生可能會幫到你 歡迎收看E-App最強 人生總會有更年期 不過大部分人只關注女性的更年期 男性就不是多點題 其實男性都會有更年期的症狀 今天我們請來內分泌及糖尿科專科醫生 李家驅醫生跟我們說一下 李醫生你好 你好 男性年過四十 就好像會有更年期慢慢出現 因為他們的賀爾蒙慢慢慢慢減退 其實說起男性的賀爾蒙減退 更年期出現 有什麼症狀呢 或者這樣 我想要先講講究竟男性賀爾蒙 在男性上有什麼作用 其實主要分為三組 第一就是性方面 包括性慾和性功能 第二方面就是身體結構方面 主要影響肌肉和骨方面 第三就是心理方面 如果男性荷爾蒙不夠的人 他可能出現的症狀就是性慾減退 亦都可能在性功能方面出現障礙 至於肌肉方面 他會變得沒那麼大隻 沒那麼紮實 還有如果是研究或做檢查 會發覺骨質疏鬆機會是大了 至於心理方面 他們會覺得自己沒那麼積極 沒那麼進取 個人很容易覺得累 很多事情都好像沒什麼興趣 這些主要來說都是男性 更年期方面的症狀 剛才你提到肌肉會沒那麼紮實 其實他們身體脂肪 男性在更年期的時候 脂肪會變得多了 他們的肌肉又沒有以前那麼紮實 你也知道是否步入中年 可能都不太喜歡運動 運動又少 行又少 吃東西又多 又中央肥胖又變成大肚腩 是否因為這樣的原因 令他們有這樣的症狀 其實主要來說不是 男性荷爾蒙和肌肉的關係比較複雜 但是簡單而言 主要是令到肌肉會漲大 會令到肌肉紮實一些 還有肌肉方面的力量都會增加 如果你將兩組病人 一組是男性荷爾蒙正常 一組是男性荷爾蒙不正常的比較 我們會發覺身體結構方面 男性荷爾蒙不足的人 他們肌肉方面會比較差 我們俗語講 剛才說的沒那麼紮實 還有他們瘦的肌肉是比較少 肌肉或脂肪其實是比較多的 這方面會令到病人好像散弱了 在外國其實有個研究曾經做過 做得很好的 他們將四組年輕人分開了 一組什麼都不做 一組做運動 一組只打男性荷爾蒙 一組又做運動 又打男性荷爾蒙 接著之後他們分析 原來發覺當然打男性荷爾蒙 還有做運動的肌肉變得很大隻 那些人很紮實 但是接著做運動就重要 才到男性荷爾蒙 當然什麼都不做那些就會最差 所以其實我們知道 男性荷爾蒙是會令他大隻一點的 其實我們知道有些不健康不合法的運動員 他們都會用一些非法的手段 用一些好像男性荷爾蒙的類股醇 讓你自己大隻一點 其實在現今體壇上 亦都很多這一方面的個案 其實聽你這麼說 那個研究其實是啟發到大家 就算男性荷爾蒙不足 可能做多些運動 都可以有幫助的 做運動一定有幫助 不過如果那個研究方面 又沒有直接做到是不足夠的 其實那些是年輕人健康的人 所以來說 我們知道關係是這樣的 另一個症狀 例如更年期的時候 男性可能會出現抑鬱失眠等等的問題 更加的情緒問題 為什麼他們會有這個問題出現呢 荷爾蒙是否真的影響到他們會抑鬱 會有情緒病 其實我相信這一方面 跟女性更年期很相似 男性更年期和女性更年期 簡單而言都是令到人覺得感覺上好一點 我們有個字眼就是 如果你男性荷爾蒙或者女性荷爾蒙不足 個人會覺得自己不健康 覺得自己很多東西都好像跟以前不同了 那樣的樣子 所以引發的 就會很多這一方面情緒問題 譬如說 剛才你說的抑鬱 或者可能會發覺皮器暴躁 我相信一部分 當然是荷爾蒙直接影響腦的感覺 但另一方面 很多時候是人對於身體的改變 性格的改變等等 他們不適應 而從而發生這些情況 那這個情緒的問題 會維持很長時間 還是會自己復原的呢 其實很多時候 隨著時間下去 你會發覺跟女性也很相似 就是慢慢又會開始減少這方面的症狀 通常都是剛剛開始 身體不適應了 現在這陣子為甚麼好像炸了 這陣子會好像不是很精神的 那樣子的時候 那個反應會大一點 我在網上其實都見過 有一些譬如政府的網頁 其實都有介紹一些 男性的更年期的情況 他都說其實那些 那些荷爾蒙分泌失調的話 或者是少了的話 都會影響到男性其他器官的功能 是不是呢 其實男性荷爾蒙 剛才說到是主要影響 剛才那三方面 不過其他有些身體的組織 都可能因為男性荷爾蒙的水平不足 而出現不同的問題 譬如說其中一樣就是前列腺 前列腺是男性獨有的器官 所以來說女士沒有 但是前列腺的細胞 其實跟男性荷爾蒙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譬如說前列腺癌的細胞 其實它的生長是需要靠男性荷爾蒙 所以其中一個治療擴散了 或者轉移了男性的前列腺癌 其中一個做法就是 把男性的高軟拿走了 讓他那個男性荷爾蒙變得很低 從而阻止那些已經擴散了的 癌細胞再去生長或者再去轉移 至於有些人會發覺男性老了 更年期之後好像多了一些前列腺的問題 譬如說前列腺肥大 主要來說直接就應該不是罪關係的 男性荷爾蒙反而如果當你是補充 給一些不夠男性荷爾蒙的男士的時候 可能會觸發男性前列腺癌症狀多了就真的 如果男性處於更年期 有些什麼食療可以幫助他們 聽一下廖正文怎麼說 有大肚腩又開始脫頭髮 男性踏入更年期 身體會靜靜地起變化 中年發福 脂肪比例上升 如果一早已經有高血壓 以及糖尿病危機就更加大 一些病情會直接影響更年期的病發 或者嚴重性 一般來說 可能更年期本身 容易膽固症高原來肥 如果在更年期之前 膽固症高 容易肥 我想相對病情會更加惡化 因為肥胖會影響很多糖尿 血壓高 心臟病的問題 甚至影響容易有癌症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更年期之前 希望我們的體重是適當的 適中的 根據統計 男人大約55歲左右 會出現更年期的症狀 不想變成蘋果身形 飲食要及早節制 適當地補充營養 男士的飲食會補充多些蛋白質 不過都是低脂的蛋白質 我們吃營養豐富的食物 例如番薯 其實很多營養在裡面有抗氧化 維他命抗物質 很齊的 而且令人更精神 番薯 出名有番薯紅素 維他命C也豐富 這些對男士的保健也有幫助 另外就是奇異果 奇異果出名的纖維也比較高 我們稱為水溶性纖維 對於男士精力不夠 他補充了糖分 另外可以降膽固醇 這些對男士整個更年期都有幫助 無份更年期的男性 情緒會變得不穩定 出現抑鬱 憂慮、缺乏動力等的病徵 從事心理輔導的方婷說 男士如果情緒起伏太大 也有些辦法可以幫忙 其中一種是數蜜薄 當感覺情緒很焦躁的時候 可以像把脈一樣 自己數一百下蜜薄 因為在我們情緒很混亂的時候 或者很焦躁 很想發脾氣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焦點 都會放在我們的負面情緒裏面 怎樣把它在負面情緒裏面 拉走 我們就需要找另外一樣東西給我們 專注 除了呼吸法之外 數蜜薄法就是即時可以做到簡單 不騷擾到其他人 亦都很快健康 多程度過分緊張 肌肉亦都會繃緊 透過肌肉的放鬆法 就可以增加肌肉的彈性 令身體感受肌肉的緊張 然後學習把緊張消除 再收緊 找一個舒服的地方的時候 我們坐下 臉部 手 腳 全身的肌肉 一次過一起收緊 收緊的時候 我們大概感受它 10到15秒的時間 然後數 自己的心裏數就可以了 1 2 3 全部放鬆 好嗎 一收緊 放鬆 收緊 放鬆 除了數蜜薄和放鬆肌肉之外 還可以做一個複式的呼吸 放鬆情緒 在吸氣的時候 記得要吸到腹腔 然後再維持3秒 再慢慢用6秒鐘呼氣 這樣就可以穩定情緒 李醫生 男性更年期 是否每個人都會有 其實 男性荷爾蒙水平的降低 每個人都有 隨著年紀大 男性荷爾蒙水平會慢慢降低 而另外負責 在血裏 拿著男性荷爾蒙的蛋白 亦都會相對地增加 所以那些活躍的 游離男性荷爾蒙 隨著時間是越來越少 所以理論上 男性更年期 這個情況應該每一個人都有 不過男性荷爾蒙 跌的快慢 每個人都會不同 尤其是有些病人 他們本身有其他的慢性疾病 例如糖尿病 他們跌的幅度 就會比較快一點 但是男性更年的徵狀 是不是每個人都有 就因人而異了 其實我們中國人很多時 在接受身體的變化時 接受性是會比西人為之強的 所以你發覺很多西人 譬如說他們會有很多投訴 譬如說他們覺得性慾減退 他們覺得自己沒有那麼積極 你會在臨床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一類病 但中國人 未必一定純粹因為害羞 但他們可能感覺上 感覺沒有那麼強烈 所以他們不會去找醫生看 亦都少一些這方面的投訴 正如我們平時看 有些足球比賽 你看到西人那些受到傷害 可能在地上 他們很痛苦的表情 你看到中國人是少一些的 坦白說 我想中國人某程度上 在接受痛楚 或身體變化方面 其實接受性是高一些的 那有沒有一些統計呢 就是說譬如中國人 或者是華人 他們男性更年期有表徵 又或者是他們感覺到的 比例是有多少呢 跟西方有什麼不同 剛才你說可能外國人 他們感覺較強烈的 那可能中國人感覺是沒有那麼強烈的 那會不會是10個男士 可能只有一兩個 會感覺到這個更年期的徵狀 我想正式的一些數據 暫時我們都沒有這一方面 尤其是在中國人那方面 那我想這方面 其實也是一個很值得去研究的題材 那會不會呢 譬如向你求醫的 可能有時男性更年期 他們出現了 其實最困擾他們那樣東西是什麼呢 當然在性方面來看醫生的 是比較上多一些的 因為這一方面 可能他們感覺上明顯 有問題出了 應該要問醫生 反而剛才說到 譬如說 覺得沒有那麼紮實 覺得容易累 覺得好像沒有那麼開心 感覺上不健康 這些症狀是他們不明顯找到的 他們不覺得這些應該是看醫生的情況 那所以來說 很多時去見醫生 不論是他們的家庭醫生 或者一些內分泌科醫生的先生 很多時他們都是跟性那方面有關 其實他們就算處於更年期的時候 很多時候他們不同女性 女性就會停經 是很明顯可以見到 有更年期的症狀出現了 那男性又不會有這些情況出現的 那怎樣可以真的確診到 他們是男性 男性賀爾蒙已經慢慢降低了 在更年期的情況出現 是不是驗血就可以知道呢 其實這個絕對對 我們很多時都是要由病人的徵狀方面引發 我們去想這件事 繼而我們去肯定這件事 因為我們需要通過化驗病血裏面 男性賀爾蒙的水平來決定 在這方面要留意 如果我們驗血的話 要驗早上的血 其實每一個男士 早上的男性賀爾蒙都是最高的 之後一直到時間 那個男性賀爾蒙的水平就會慢慢降低 參考值通常是早上的 所以第一件事驗血是早上的 第二件事 所以我們建議起碼要做多一次 去確定這件事 其實我們說了這麼久 其實好像男性更年期 他們出現的病徵 又不會危害到他們的生命 只不過可能是胖一點 性慾沒有那麼強 那會不會是 很多人都會延誤就醫 其實都不是很理會的 其實坦白說 這算不算是一個要醫的情況 都還是一個可以討論的情況 究竟這是什麼病呢 還是究竟這是一個年紀大了 如果每個人都出現的問題 是不是需要處理呢 我想這個還要很多研究 或者很多討論才可以決定 不過在現今的情況來講 是真的不論病人 不論是醫生 對於這一方面的照顧 或者認知其實都是不足的 所以我想其實如果大家 去知道多一些這一方面的問題 做多一些這一方面的研究 大家當知道確定多一些這一方面的問題 對於那些男士他們的健康是有好處 我說的健康未必一定是心靈危險的健康 但是譬如說你心理上覺得不開心 心理上覺得有些身體不健康的感覺 又或者有些暴躁其實都不是好事 另外來講當你男性害爾蒙不足 你骨質疏鬆的機會大了 你骨質的機會大了 其實也是一個理論上 導致男士有危險的情況 我們說的有時候醫病 都不一定直接到 一定要是有生命危險 那些我們需要處理的 對於病人的生活質素的改善 也是我們照顧的一個範疇 踏入更年期的男性 怎樣可以重拾精力 廣告之後再跟李家區醫生說一下 李醫生 節目開始的時候就說到 男性害爾蒙不足就會令到他們性慾下降 性功能又會差一些 很多人都會發現 因為這樣可能他們會吃一些 好像能夠令他們精力好一些 令到陰莖充血的藥物 那是不是真的可以幫到他們呢 理論上概念上不對 其實原因是男性害爾蒙不足 所以當你用其他方法去做的話 其實效果應該是彈不到的 所以來說我想兩方面 一個就是 如果當你發現你有勃起功能障礙 而你用那類的藥物的時候幫不到你 是不是應該想想第二個原因呢 但是另一方面 其實當你有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都建議你跟醫生談一談 究竟你確實的原因在哪裡 我們西醫方面 其實在治療方面的概念永遠都是 先找一個原因 我們才針對回去做 如果是這樣說 有什麼藥物可以幫到這些 男性害爾蒙不足的人呢 其實男性害爾蒙不足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直接補充男性害爾蒙 現今來說 其實現在在醫學上 已經開始有這一方面 但是當然了 臨床研究方面出來的效果 或者副作用或者危險性 還需要很多大量的數據 他們才可以支持我們 但是現今現在大概在香港 有三種藥物可以幫我們 全部都是男性害爾蒙來的 不論是口服的藥 針劑 或者是塗上皮膚的一些啫喱都有的 那麼方便 好像那些藥膏一樣 塗上皮膚就可以提升回過 那些荷爾蒙 其實皮膚都是一個 好好身體接收藥物的器官來的 那些啫喱主要是很揮發性高的啫喱 所以每一天塗在身體皮膚上一次 之後就會吸收了 但當然塗的地方 就不是塗在手上 因為理論上你塗在手上的話 如果你接觸其他人 你會將那些男性 可以給予其他人 所以我們要塗在身上 然後穿上衣服才行 我想問一下 譬如用這些藥物 是要用多久呢 就是會不會是一輩子 都要繼續補充呢 還是其實一段時間就可以 其實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只知道當你不足的時候 你去幫忙 但也沒有數據說 應該要什麼時候去停 我相信這一方面 其實只是因應病人的病情去決定 譬如說他感覺上現在很良好 他遲些覺得還需不需要補充呢 那我們再去商量 但暫時來說 都沒有什麼數據 或者臨床研究去做一些 做了多久之後應該要停 或者之類的情況 我想問一下 既然說可能研究又不是那麼多 臨床的實證 或者其他大家 有沒有什麼很大型的研究 我想問一下 這個男性更年期要治療 這件事是不是其實近年 即近10年 10年20年才出現要治療 其實我相信這個概念 大概近10年左右才有 但是究竟真正治療 我剛才說過 對病人來說 他是好處多一些 還是副作用方面多一些 其實現在還是需要很多研究 當然有些小規模研究已經有 去給我們一些資料 但是我想暫時如果大家去看多一些醫學資料 都發覺其實暫時的論據都是建議我們 做多一些研究 多一些數據之後 我們才再決定 那你剛才說的藥物 你以為有三種 有口服有針劑 或者是塗在皮膚上 我想問一下 如果我們用這些藥物 會不會有什麼副作用出來 現在是已知的 其實男性荷爾蒙那方面 它的副作用都跟其他藥物一樣 是有個擔心的 第一件事就是 在一些舊式的男性荷爾蒙 發覺跟肝的方面有相衝 有些接受了男性荷爾蒙治療的人之後 他們的肝功能會變得不正常 但是我們發覺 近一代或新的藥物 我們都很少見到這方面的情況 但是理論上 接受了男性荷爾蒙的病 都應該定期要檢查肝 另外一方面 剛才說過的 男性荷爾蒙可能會影響到 你前列腺肥的機會大了 可能會影響到 你個人體重會增加 可能會影響到你血色素增加 血色素增加 可能會影響到高得過了籠 有時候到過頭不是說有利益 反而當你的血色素高得太過離譜的時候 可能你中風的機會會大了 所以這方面我們都是要小心的 另外一些可能有機會出現的副狀 譬如說有些病人 他本身已經有睡眠疾悉症的話 接受男性荷爾蒙之後 可能症狀方面都會多一些 好像不醫好過醫的 李醫生 其實這一方面 是不是真的那麼多呢 我相信也不是真的那麼厲害的 但是這些都是理論上有機會 而我們作為醫生 是需要和病人解釋的 我相信還有另外兩個最重要的副作 我一定要提的 第一個就是關於和前列腺癌的關係 其實剛才我跟大家講過 前列腺癌是依靠男性荷爾蒙去生長的 所以如果那個男士本身來說 他是一些潛藏了的前列腺癌的細胞在身體裡 當你由男性荷爾蒙不足 而去補充給他之後 其實可能引發了一些 藏著的前列腺癌細胞走出來 所以這一方面我們一定要小心 也都應該定期要幫那些病人 驗前列腺癌的指數才行 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都現在來講 很多研究在做或者擔心 就是究竟補充男性荷爾蒙 會不會令到心臟病化的機會高了呢 有些初步的報告顯示 如果那個男士年紀比較上大 而本身他很多心臟病是高危因素的 那些病在一些細規模研究方面 在外國的 發覺他們有些人的心臟病機會高了 所以這方面令到大家都在想 其實男性荷爾蒙是否會令到心臟病多了呢 現在都還是一個大家擔心的一個階段 你這件事我們想知道的 就是剛才我們也都講過 如果真的在更年期的時候 男性都可能有些抑鬱 或者有些情緒的問題 如果補充了男性荷爾蒙 這些問題是否就會迎人而解呢 通常都有一個很明顯的改善 所以來說 在剛才講過 補充男性荷爾蒙方面 生活質素方面 那男士一定是好了的 但是對於那個男士來說 會不會引發其他副作用呢 有時有利有弊 大家要平衡一下才行 另外除了我們吃藥的治療 有沒有其他東西可以幫助 或者預防到男性更年期出現的症狀呢 我相信暫時就沒有了 另外你剛才就說 我們那些男性如果少了一些荷爾蒙 可能他們的肌肉都沒有那麼紮實 那是不是吃了這些荷爾蒙 他們就會變回紮實呢 其實是會的 當你剛才我們說的 那四組年輕的男士 只是被男性荷爾蒙 他們的肌肉都會紮實 而一些年紀大了的男士 他們的肌肉沒有那麼紮實 因為男性荷爾蒙不足的話 你補充它的話 他們是會顯示到 或者出現到肌肉紮實 他們的肌肉的能力也都會大了 如果我不吃荷爾蒙藥 我只是做運動 可不可以改變到這個 你說肌肉可能沒有那麼紮實的這個問題 我相信一定有個改善在這裡 但是可不可以達到 就是和其他人比較 你做那麼多運動的好處 可能會就是 效果會沒有那麼好 但是更年期這個人人都會遇到的 是不是沒有可能可以預防到 他的病徵出現 那個病的情況出現 暫時就沒有可以阻止的情況 因為剛才講過 每個人都會發生這個情況 但徵狀方面 就真的是因人而異的 其實我相信 如果你採取一個健康的生活模式的話 多些家人的支持的話 其實好像女士一樣 當你更年其實遇到很多問題 遇到很多心理 或者身體上的改變 如果你有很多身邊的朋友 家人去支持的話 其實我相信徵狀方面 可能會少一點的 不少男性可能受到大男人的想法影響到 有問題都未必會酸脂於口 要知道更年期是正常的生理現象 及早察覺治療 身心都會很容易恢復 今天多謝你家區醫生 是否真的可以透過運動 令到自己身體回復健康 家庭醫生關家咪就指 運動對保持身體健康很重要 運動可以消耗過多的熱量 幫助減肥 或者維持適當的體重 增強心肺功能 促進血液循環 減低患上心臟病 高血壓 糖尿病等等的慢性疾病的機會 並且會增加身體的關節 和柔韌性、靈活度 多些運動除了可以鍛鍊體能之外 亦都可以改善情緒 因為運動的時候 大腦會分泌安多酚 這種激素能夠令人產生愉快的感覺 有助減壓 不過醫生就說 患心臟病的人 或者曾經中風的人 身體不可以承受太大的運動量 做運動的時候 應該循序漸進一些 對於一些沒有時間定時做運動的人 就應該多些動動一下 或者是走多些路 多些做伸展運動 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E-mail這個網址給我們 讓我們和大家解答一下 這集時間夠了 下集再見 i know y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